话不多说,今儿咱们来黑一黑,大韩民国,韩国 这两天我有点为韩国欣喜了 因为韩国呀,又有生意的项目可以搞了 不过这回不是偷的咱们呢 怎么说呢?就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的环保人员在首尔的两处污水排放点 发现了大量的壮氧药杂料物 好嘛,要说什么有毒物质污染超标咱觉得没得说 但是你这壮氧药就有点过分了吧 根据报道显示,该水中的WG 大家应该都懂啊 含料浓动过高,以至于污水处理厂没办法过滤了 首尔大学在科学报告上的研究也说了 科学人员分析了两个污水处理厂的水 他们在废水里发现了WG 和其他的一些治疗某障碍的药物的浓度异常的超标 哎呀,韩国人为了生孩子增加人口方面 也是做了巨大的努力呀 他们还发现就这类药物的使用量 在周末和夜生活的热点地区会激增 研究人员表示 在首尔发现这个WG超标的含量 大约是欧洲城市布鲁塞尔的三刀四倍 哥本哈根的二刀五倍 好家伙,我现在是终于明白韩国人为什么不自信了 就这也是严重污染了韩国中部的汉江水 报告还显示了 从2012年到2019年这期间 在韩国这个WG的销售营业额 从本来的3300万美元涨到了4500万美元 堪称是汉江奇迹呀 这个韩国的汉江啊 在韩国的历史上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 朝鲜三国时代的时候 各个国都是努力的想争取这条河流的控制权 因为这个河呢 被当作前往中国的贸易路线 你瞧瞧你什么都离不开我们中国 你还老嘚瑟什么呀 在1960年代的时候 首尔江北一直是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 就像他们的总统府青瓦台 和咱们熟知的明栋和东南门都在江北 也是由于发展的太早就破破拉拉的 后来呢 在20世纪70年代 发展中心就往江南发展了 由于发展的早 这块的房价也是出奇的贵 现在好了房地产商更有理由和削斗 我们的汉江花园 不仅粉丁又美油 衰油键 里面很有男性的骄傲 你住在我们这里 绝对让你充实男性兇风 看汉江河里的鱼儿 多么欢快 蹦蹦跳跳 就是合上了我们的汉江水呀 哎呀 韩国多少是为了生意发扬传统 把WG都吃上了啊 先是提供一下生意率 然后让后代继承韩国的偷国传统 然后就咔咔的生意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美国特朗普喝消毒水 印度喝恒河水 日本干核废水 现在韩国喝起了 我真的怀疑这是韩国政府 为了催生整出来的手段啊 万物起源的韩国都开始喝WG了 就这种好事 我希望韩国人务必生意 能把WG水都留给他们的下一代 不过呢 我又开始担心了 以后不能看到汉江旁边 都是爬河边喝水的韩国人 和卖汉江水的上饭吧 那可太恐怖了呀 毕竟韩国也都是商业鬼才 这就是汉江奇迹呀 大家对韩国的这个汉江水 有什么看法 咱们也可以捞一捞 行了 快乐视频总是短暂的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能给个点赞收藏 关注长发 我们下期再见